1913年2月的一天 韩仙楚出生于湖北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因为家里情况不好 韩仙楚早早辍学 很快担起了家庭的重责 当过学徒 短工等 1927年 他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 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31年 韩仙楚加入校赶地方游击队 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